你 你干嘛啊 吓我一跳 应该是我问你干嘛吧 想什么想这么出神 我到了这么久你都没有发现 明明是你自己走路一点声音都没有 很少看你这么安静的小事情吗 都怪那个唐唐 他没事说什么阴谋论啊 说得我现在心里都发毛 唐唐 唐唐跟你说什么 韩大人 不会已经知道了你的身份 故意试探你吧 那不会 我隐藏得很好的 你隐藏得很好 怎么会被我发现啊 那是因为我让你知道的 再说了如果你不知道我是女子 你怎么说你喜欢我啊 那 那是 那是 那是因为 其实呢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你什么时候喜欢我的呀 那个时候 你怎么知道 你应该还不知道我是女子吧 那你岂不是 胡说八道 好啊 那你倒是说一说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呀 你脑子里面每天在想什么 有着空闲时间还不如多想想韩大人的事 他这么奇奇怪怪的来找你 一定有蹊跷 杨学子啊 你岔开话题好生硬啊 你有吗 不过 我 确实要以安全为主 那如果说 韩大人真的知道了我的身份怎么办 我觉得不会的 如果他知道你是女子 就不会把韩姑娘许配给你 万一 是他呢 韩大人宠爱毒女是出了名的 满朝王武家中那么多试魂女子 为什么把自己女儿打进去 也有道理啊 满朝王武有多少试魂女子你都知道 什么居心啊 我说 你这脑子 每天在 别碰我 我要 咬你了 总之 我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没事不要乱跑 这上衣馆也是你的一道保护 不要再让我担心了 你终于承认你担心我了 对对对 我最担心你了 从我进入上衣馆的第一天起 就没有办法停止对你的关系 好了 我父亲今天约我回家 还有事情要处理 你有什么情况 第一个告诉我 请莫胡来啊 我知道啦 去吧 早点回来 早点回来 我在这里等你哦 你们一个个的都有家可回 我的家在哪儿啊 为何叹气啊 哎呦 你们都是猫嘛 一个两个走路都没有声音的 不是我走路没声音 而是依依你心神不定 自然听不到 杜姑 你都不会想家的吗 天下之大 哪儿 何处为家 与其在此黯然伤神 不如及时行乐 我听说凝香阁 最近心上了桃花酿 气味甘纯 分香醉人 我刚刚去街上看过了 就凝香阁那个队都排到街尾去了 你现在去 怕谁点酒香都闻不着了 那你莫管我自有办法 你且在此等候 茶没凉 我便回来 哎呦 好快 哎沈学子 你怎么了 啊 沈学子 你怎么了 死多苦 啊臭多苦 等他回来他就完了 怎么都要毕业了还要学剑术 万一这门课拖了我的后腿 得不了第一 那我怎么帮蝶一查身事啊 我可都答应叨叨了 蝶一 你怎么心不在焉的 练剑讲究的是心神合一 你这样出神很容易受伤的 我明白了 来 嗯 蝶一 休息会吧 你都练了一个下午了 为什么我总参透不了 这剑术的奥义啊 是不是我真的没有天分啊 你独知天分的地方已经很多了 人总会有自己不擅长的嘛 但是我不能让这一门的成绩 影响我的总成绩啊 唐唐 你放心 我不会退缩的 答应你的事情我一定会做的 答应我的 没关系的 我直接带棍球也练不好 最后不也练好了吗 我相信 只要努力 也能把这个练好 我一定要拿第一名进攻 我才可以帮蝶一查明身事 蝶一 其实你的动作很灵活 出镜的速度也很快 不过 在动作的连贯性 还有力量上面还有些限缺 这也不能怪你 毕竟你是女儿身嘛 唐唐 你们能做到的 我也一定能做到 我就不信 我练不好这剑术 抖过 你这个也太帅了吧 多哥 能不能教教我 我好酒好菜给你背着 教你可以 我可是很苛刻的 而且 练剑的时候不能喊苦 不 我绝对不喊 你再过我也练 好 明晚子时 在这里等我 我会准时的 师傅 你不是说韩大人约了你吗 走了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试试 我不会手下留情 来吧 一缕绿阳光的洒落 照亮了霓风飞向的轮廓 一一击风发的洒脱 刺破苍穹的气泊 时间在永不厌白中穿梭 青春的铸托 冲破了内心的枷锁 就算是流着泪也不得做 纵然又坎坷 别失落 正少年谈你我 怎能不自在角落里沈默 子岸 这一块碗的 准备好 放手一步 让理想再次的闪烁 有梦的清晨我最年少 清晰奔狂 哪怕是尽风的路 风雨飘摇 阴暖而长 别羞扰 不哭不清晴念想 听见阳光 满怀希望 爹叶 你今日是对我有意见吗 说发 你今日是否才会 尽风尽 你今年的天哪 在日子与用呼叶 你今年年确定 你今年的天啊 为我少爬 诗认为你 你今年的山沿 你今年的山河 根本不肯 你今年的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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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力量 总被划除彩虹 情势很好 哪怕是前方满的风雨飘摇 放手过步 向前冲不分一步 师父 我今天表现还不错吧 勉强过关 来 毒姑 这次真的多亏你了 谢谢你 酒我敬你 对了 毒姑 你常常说 剑不在手中而在心里 还有什么剑意那些的 都太深奥了 模模糊糊的都不太能懂 我 我告诉你啊 这个 不是我说的 是我师父说的 你师父 你剑术已经这么厉害了 你师父一定是一位知名的剑客 嗯 我师父 也是我的义父 他是一位将军 他是我最重要的人 我从小 是个孤儿 要不是他 我早就饿死了 所以啊 他希望我像他一样 征战沙场 保家为王 所以你来尚义馆 是为了完成你义父的心愿 义父他 对我期望很高 别的小孩在玩游戏 我就在一旁练剑 别的小孩都休息了 我就在一旁配兵法练琴弓 你义父对你那么严格 一定是因为他最看重你 是啊 前些年 他在战场上受了伤 当时药物紧缺 他把他的药物 分给了将士们 可是在回城的路上 他的伤口 反复感染 到了城里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渡过 林祖前 他拉着我的手对我说 他这一生无愧 无愧 无愧于天地 无愧于陛下 无愧于将士 但他有愧于自己 他自己为能完成的愿望 需要我去帮他完成 那年在墨北 他把我扛在肩上 对我说 男儿 要先有国 后有家 他一生未曾婚去 小柔离开后 我就是他最情的人 纵使我再相望 自由契义的生活 我还是答应他 那你快乐吗 快乐 重要吗 当然重要了 如果不快乐的话 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啊 那你快乐吗 今日就到此吧